哈喽大家好 在之前的影片中 我们带您看到 光芒外野手BJ Upton 这手中外野的时候 因为没有积极的去追求 引来球队精神领袖 Evan Longoria的质疑 两人也差点在休息区打起架来 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 也有两位球员 因为对球赛看法不同 爆发冲突 那接下来的影片 是由麻将大师赞助播出 麻将大师百万大赛 现正如火如土举行中 总奖金超过100万台币 现在参加4月份赛事 也可以获得明星三却一 IB5万 请搜寻麻将大师 麻将Masters 赶快来报名吧 2015年 可以说是华盛顿国民 被看好夺下世界大赛的一年 祭前球队砸大钱 牵下王牌投手Max Scherzer 这也让当时的看板球星 Brice Harper非常开心 他甚至在记者会上说 可以直接给我们世界大赛冠军了 没想到在9月底 球队却提前从季后赛资格被淘汰出局 这也让球队的气氛荡到最谷底 交易大线换回来的终结者Jonathan Papoban 加入国民之后 球队战机反而变得更差 他与Brice Harper两人互看不顺眼 在球队提前失去季后赛资格后的隔天 Papoban对Hopper的不积极跑壘不爽 甚至爆发口角 两人也因此在休息区全武航 这是一场2015年9月底的比赛 国民在主场迎战Papoban前东家费城人 比赛进行到8局下 两队4比4平手 Brice Harper打成左阿爷软弱飞球之后 并没有积极跑壘 当他走回休息区的时候 Papoban跟他说 你他差的应该要努力跑吧 Hopper回碰了几句 Papoban直接用左手想要抓Hopper脖子 结果他被Hopper反制 两人就打起来了 这时候队友们都重过来 希望他们不要再打了 但是两人其实都是火爆浪子 打起架来可是谁都不肯让步 在队友的坚持下 两人终于被分开了 Hopper甚至还说去他差的 冲突过后 两人也变得衣衫不准 事件过后的隔天 Hopper榜被球队竞赛4场比赛 他也向Hopper道歉 这也是2015年国民球季的总结 最后我想要问大家 2015年国民可以说是世界大赛的热门 你们还记得当年 球队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